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石击起千重浪 一将功成盲骨枯 股市汇市大跌了几个星期 回升几天由于本栏节前预警 有见今年整体的基本分析和心理猜度 都认为要小心行事 包括免招致持货的损失 在吹吉避空下建议平仓过春节 再重复是平仓不是开仓 谁知市场连日股市回升 汇市转为美元下跌 使得平仓便失去赚更多钱的机会 先向以上观众知万二分协议 本栏宗子 本栏值不厌其烦说了很多次 分分有成十次 我只说真话绝不含糊 亦不怕被骂 更不怕任何权势 包括老板 分析错了 亦主要是凭真资讯 因为只有本栏可以分得出什么是假资讯 或是广告卖花、赞花香 例如地产界 不怕说 尤其是心恶痛绝 绝对不会理止名道姓的法律风险 本栏不厌其烦再重复本栏宗子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分析 缘可以百发百中 一年下来一定有错 但要输、粒糖、赢一间厂 本栏做了刚一年 成绩有目共睹 亦不需要再吹嘘 亦可以翻查 而输的全部是有止损 我不厌其烦 叫你们一定要放止损 所以在这样做法输少赢多 本栏最大宗旨是吹吉地空 今次预警是基于今年一开始 股市和债市都跌 而春节又到 而我们以前在银行同业的炒卖 全部仓口平均才过年 聖诞节又好 春节又好 所以我基于吹吉避空 而大家亦有个安乐茶饭好吃 叫你们先平仓 端端看不到市场是升还是跌的 是一番肺虎之言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任何分析都无用 连传统智慧都不可以跟 再者 不值一致叫观众千奇 不要当本能是神级 亦千万不要叫小弟做大师 我已说过 小弟免费为你们提供资讯 实际上是经验之谈 小弟说全港甚至全世界金融市场 绝对没有一个有小弟的环球金融资历 及在主要金融市场最有名的银行的资历 小弟做过的主要金融市场 包括伦敦、纽约、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本、新加坡、纽西兰 全部都是国际大银行 学的东西、经历过的东西 没有一个香港金融界能够上 而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老板可以收买我 在评论很多人说 这次你可能被人收买了 没有人可以收买我 没有人够资格收买我 没有人能够出价 令我被人收买 我虽然穷 但钱断断收买不了我 只有一样有情 我一不是任何机构的人 也不是金融产品的经纪 你们可以去证监查 这个节目在去年初一出时 证监跟我说过几次说话 问我是否有经纪勇修 代表哪间公司 我一口和他说 你出去慢慢查吧 我只是跟你说一个字 没有 所以这个节目到现在 没有人再敢挑战我 本能头大半年不断被人抹黑 小弟根本是一句英文 不好意思 中文真的没有一句可说得这么传实 I don't give a damn 我只是不断用真材实料给观众 使他们没有负负 吹吗 笑声匿迹 然后又转换我 然后又转我网站 所以什么呢 本能到现在仍然在 又是一句吹吹吗 再者本能是全港唯一回应 在银幕上回应你们的问题 你们车架外面有谁是会 甚至乎那些骂我的都会回应 天天也浪费很多时间在那里 我看得非常厉害在这里 多谢你们有两天假期 等我可以休息一下 当然是只回应那些真诚文的问题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的东西是不做的 因为本能终止有教育成份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读者不知道的环球金融士 我在这里希望透过我的经验 可以给你们一些不知道的资讯 有这样的做法 完全是想保留大众 不要让fake news影响思维 小弟欣赏的 因为本能的涌等 的确有大部分是高质素的人士 先多谢你们的支持 今年一开始 另方面有些质素稍微不太高 我没有说低 我意思是 有些粗皮无礼貌的评语的时候 人都会有些不安乐 别说什么了 很多女朋友多年以来都不明白我 一样也是 所以你们一边看免费的 免费的一个视频 其实是非常沉满的 一边骂 这些是现代吃完饭 都要谈的性格 现在香港的民风 已经有些少改变得很紧要 我亦无任欢迎 如果忍受不离 不要看 我奉劝你们 否则你会更激气 我中你就激气 反正免费 看不看是随理 我亦都不稀罕 不喜欢看的人看我 明白吗 小弟绝对不会对谩骂有所理会 也就是那句 我不稀罕人看不看 其实也是那句 I don't give a damn 我不相信有色有教养之事 所以没有人看我的节目 我绝对不会更改我的风格 不要以为有什么可以改变 或者做其他事 串得起时就串 又是那句吹咩 吹咩文化是由我而起的 现在全球已经是吹咩文化 本能会秉承一贯宗旨 有言直言无据 不怕强权 不具别有用心人士的摧毁 最后 今日九年第一建议 我仍然暂时坚持今年股市债市不好 包括房地产市是环球的 我不是只是说香港 我只是说环球 比金今年内整体是升不是跌 这全都是根据整年中长线的基本分析 这星期会逐一分析以上理念的坚持 最后一句 we may lost the battle but we will end up winning the war OK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懂得解释 OK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懂得解释